就在三个月前,秦洛突然获得了好人设计 当西红卡出风,将会随机赋予作为宿主的秦洛一个人设 秦洛区不断保持自己的人设,不让人服装他 这样就能每天签到获得奖励,并且维持时间越久,奖励就越高 每一百天,刷新一个人设 三个多月来,他其中的新生,原秦洛的设计再看一看去 就更别容认为他自己了 好在,这样的日子总算到头了 恭喜宿主成功完成深情人设的百日签到 百日签到奖励,金钱一百万元 细致加五,金钱一加五,道具,神奇眼镜,技能 新人设正在抓紧绑定中,从明日开始正式签到 一百天了,你知道这一百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狗系统,你害得我好坦啊 人设系统加载完成,新人设绑定渣男 帮我设友也带几杯奶茶 我们在女生宿舍门口等你 快点,不要让我们等太久 好好好,喝奶茶是吧 你说那个叫秦洛的也是,本身长得也不错 勉强有我三分自色嘛 按理说追他的妹子应该也不少 怎么就偏偏对许科这么死心塌地呢 或许这就是舔狗吧 反正要换我,我肯定没这么大毅力 许科的几个摄友也不比他差 性格也好得多 追许科不如追他那几个摄友 可能是因为许科最高冷吧 你懂的,人嘛,就喜欢追求那些求而不得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啊 说的好像其他几个,求了就能得到人 必要说,我还挺佩服洛神的 毕竟一般人压根都不敢起心思 而洛神却能百天如一日的甜 佩服你 秦洛去帮我们买奶茶了 在宿舍门口等一会儿吧 不然等一下还得下来拿 那多不好意思啊,又让他破费了 反正又没几个钱,回头我给他救世了 确实没必要在意,毕竟他是在追你嘛 男生追女孩子就是要花点钱的 不然怎么体现出来他对你的重视呢 话不是这么说的许科,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你不能因为他喜欢你就理所当然地承受他对你的好 如果你不喜欢他,就早点说清楚就是 真没必要这样吊着他 我什么时候吊着他了,又不是我让他那样的 而且我虽然没说不喜欢他 但我的态度表现得很明显了呀 之前那些追我的人不都不追了吗 是他自己轴,关我什么事 哼,他确实挺轴的 不过有一说一,现在像他这么能甜 咳咳咳 这么深情的男孩子还真不多了 连我都有点对他动心了 许科你要是不喜欢他的话就把他让给我呗 那你自己跟他说呗,我又不是他什么人 犯不着通知我 那我这不是派真抢过来后,你跟我生气吗 你想多了,我对他没兴趣 哟,看那边,性秦的又来舔小花了 我看许科刚才就在那边等着 看脸色,估计是有点等的,不耐烦了 这下落神惨了 议论声中,夹杀着一些刺恶的嘲笑 但周围人们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这三个过月来,秦洛对许科舔的那个一个惊天地气鬼神 别人一开始听说,又有人在追许科,都只是随意一笑 觉得秦洛很快就会无奈放弃 但到了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真正的狠人 眼下看到秦洛买了一大堆奶茶来找许科 他们用脚趾头都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怎么现在才来,你知道我在这等多久了吗 给,茉莉奶绿 我记得你喜欢喝这个来着 什么情况,这是想转移目标 不舔许科,改舔唐玉了 不会吧,这都追了三个多月的徐科了,突然就换目标了 你们懂得求啊 此乃爱情三十六季之欲请故纵 通过长达三个月的疯狂追求 让徐科逐渐习惯有他在身边的好 然后再突然离开 改换目标,不仅会引起徐科的攀比心 虚荣心,还会让徐科一时间不习惯 长此以往徐科总会主动去找他 这个洛审是个高丸啊 这是哪个启示的军师 无等友谊愿,望歇成刺脚 拿着吧 谢谢 不客气 诺,这个是你的 我就不要了吧 这是外面那家甜品店新出的QQ 拧拧好喝到灭铺茶 你确定不想尝尝 哦,那就谢谢你了呀 间谍过家家的阿尼亚联名奶茶 给 哇,虽然上这个杯子 我就把阿尼亚一家凑气了 能备挑一个却家福扩月杯呢 谢谢你哈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哦,着急喝奶茶是吧 急什么呀 马上就轮到你了 乖哈 诺,你喜欢的红豆奶茶 你这样做,就不怕徐科生气吗 我为什么要怕他生气 废话,因为你喜欢他呀 那他喜欢我吗 呃 看吧,连你也知道他不喜欢我 那他既然不喜欢我 又为什么会为我生气呢 是啊,我又不喜欢他 我干嘛要为他生气 哼 对了,是因为他刚才故意无视我 敷衍我 所以我才生气的 没错,就是这样 而且说实话 我现在更喜欢你 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 什么玩意 洛神刚才跟姚炎炎表白了 哈哈哈哈 表白就算了 他们还是一个启示的 洛神这是想把这个启示 逐个攻略了呀 非也非也 正如吴刚刚所说 洛神想勾起徐科的攀比心 他对姚炎炎的表白 堪似顺理成章 实则略显随意 这点从洛神的表现中 并不难看出 说到底也只是为了 引起徐科的注意巴尔 看徐科的表情 此极妙哉 洛神有勇有谋 在下佩服之之啊 你说啥 我说 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我今天出门都没化妆呀 讨厌 走了走了 有空一起烫火锅 你这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不好意思 没了 只能下次再给你带了 你这不是还有四杯吗 你说这些啊 一杯是我的 还有三杯是带给我摄友的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回头有空再来找你玩 拜拜 留了留了留了 洛神这波 牛逼 我追了校花108天 不仅导致精神折磨 还沦为学院校服 但就在昨晚 我却当作靠来校花室 随着事情的发酵 校园论坛炸了 校花却慌了 什么情况 洛神和谣言言表白了 他不是在追许科吗 快点进去看一下 校花威和当中破坊 洛神威和公开表白校花室友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女区 欢迎收看本期诸葛沙雕说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报道 不容易啊洛哥 你可终于想明白了 我买烧烤去 今天有一个算一个 谁喝少了我跟谁急 老秦啊 啥也不说了 你总算是想明白了 也没枉费 我们这几个月的苦口婆心 我想明白了 只要新欢足够好 没有前任忘不了 只要对象换得快 没有悲伤只有爱 从今天开始 我要彻底摆脱舔狗的标签 是徐科发来的吗 是啊 没事不用理他 洛哥 这好像是徐科第一次 主动和你发信息啊 老秦 虽然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了 不过我们也知道 你还是喜欢徐科的 今天这事 估计你把他气得不轻 所以要不还是 而等修要乱我道心 无知初心 离别已久 这三个月以来 我从来没有如此神清气爽 我仿佛看到了重生 从今以后 我秦洛将不受数 走了 喝酒去 洛哥今天这是咋的呀 骚话一套一套的 秦洛这个混蛋 居然还敢拉给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理他了 好了 一杯奶茶而已 犯不着这么生气 我的这杯给你好了 你觉得我是为了一杯奶茶生气吗 他给你们所有人送了奶茶 却偏偏没有给我 明明手里还剩下好几杯 却说什么是给室友带的 这不就是故意想看我出丑 让我难堪吗 笑死我了 这个秦洛是存心想气死你呀 有这么好笑吗 把你的那杯奶茶给我 这杯我都喝过了 怎么 秦洛给你的奶茶很好喝吗 让你这么舍不得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一杯奶茶而已 只是一杯奶茶而已 难道那不是秦洛对你告白 跟你示好的礼物 啥玩意儿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反应这么大 让我说中了 所有人都知道你的作风 说吧 你是什么时候和秦洛开始的 今天的事情是不是你们俩商量好的 就是专门为了让我出丑 好了 许柯你先冷静一点 我相信妍妍不会做那种事 唉 秦洛之所以这么做 应该是不喜欢你了 不可能 她不可能不喜欢我 有什么不可能的 她要是还喜欢你 怎么可能唯独没给你送奶茶 又怎么可能当着你的面跟我告白 不过也不排除是她移情别恋的可能 没办法 谁让我比你漂亮呢 姚妍妍你给我闭嘴 唉 她难道真的不喜欢我了吗 她明明都追我这么久了 怎么突然就 她凭什么不喜欢我了 追女孩子是这么追的吗 说喜欢就喜欢 说不喜欢就不喜欢 追到一半就自作主张的放弃了 哪有她这么追女孩子的呀 你说她追你追到一百就放弃了 但是双朋友有不思维连岸游戏 不带攻略挑递 来到她会每天问你 现在对你攻略到百分之几了嘛 赛政如果是我 在攻略一个游戏就算很久 却一直没攻略成功 还一直看不到攻略挑的滑 我早早就放弃了 毕竟哪只是浪费时间嘛 用哪功夫 我早攻略好几个好功了 谁得做吊死在一口鼠上嘛 所以 她现在是觉得追我是在浪费时间了 所以想要换一个人去追了 许可我问你 你老实告诉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秦洛 我当然不喜欢她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在意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为什么要为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生这么大的气 为什么要去管她是不是想去追别人了 可是她 你不是她女朋友 她也不是你男朋友 你可以对她的情谊不予回应 她想怎么做也是她的自由 你没有束缚她的权利 我不是喜欢她 我只是 只是 算了吧许可 我早都跟你说过的 你既然不喜欢她 就不要理所当然的接受着她的好 现在这样对你们两个人都好 不是吗 难道我真的喜欢上她了吗 你的渣男人设出路锋芒 首日签到成功 奖励以成功发放到后台 洛神这一大早的事去哪呀 我记得他今天早上没课 昨晚在论台上闹得沸沸扬扬 你说洛神不会真的放弃徐科了吧 放弃了好啊 这几个月我是看着他过来的 全校这么多人追徐科 也就他坚持的醉酒 看着我都觉得可怜啊 是挺不容易的 听说他昨天还和姚燕燕表白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个方向 好像是音乐教室 卧槽 洛神这时去找姚燕燕去了 嗯 还真是啊 姚燕燕就是艺术学院的 今天早上有音乐课啊 这是大瓜啊 洛神这转变速度这么快了吗 走走走 跟上去去瞅瞅 所有人都在讨论我第二天会不会去道歉时 我却已经走在了 去找笑话室友的路上 我又没勾搭你的小田狗 他跟我表白是他的问题 管我屁事啊 害得我黑眼圈都出来了 气死老娘了 哼 快看快看 洛神来了 嗯 他怎么会在这 他不会真是冲着我来的吧 莫非这小子玩真的 真意情别恋 喜欢上我了 卧槽 秦洛怎么突然跑咱们搬来了 还是直接冲着姚燕燕去的 他不会真喜欢上姚燕燕了吧 废话 没听说吗 他昨天都和姚燕燕表白了 还是当着许柯的面表白的 这要不是真喜欢上姚燕燕了 他能干出这种事 绝了 喜欢谁不好 偏偏喜欢上姚燕燕 这小子是真不知道姚燕燕的事吗 多少男同胞被姚燕燕折磨得死去活了 这小子刚从许柯那解放了 扭头就来找姚燕燕 真就投铁呗 那个是秦洛吧 我投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他 他好帅啊 是啊 之前都只是听说他追许柯的事 本来还没觉得有什么呢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帅 你们没看昨天的论坛啊 他现在都已经不追许柯了 好像是喜欢上姚燕燕了 姚燕燕 不是 凭什么呀 就算喜欢别人 也别喜欢姚燕燕啊 那女人不是好东西啊 他是不是好东西不用多说 反正我觉得秦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放弃追许柯 就扭头来找姚燕燕 真是个渣男 嗯 话也不能这么说 他和许柯又没在一起 想追谁是他的自由啊 那也不能说不追就不追了呀 他这样把女孩子的面子往哪放 做事只想着自己不考虑女方 不是渣男是什么 哼 有事吗 我说 我是过来蹭杰克的 你信吗 你还真想追我不成 不行吗 行不行 我说了不算 想追谁是你的自由 就像你追许柯一样 这么说 我还挺有主动权的 那你有男朋友吗 如果有呢 那介不介意多一个 你还真敢问啊 我在学校的风评可不太好啊 我只相信我看过的 网上的风言风语 我从来就是看他笑话而已 以前倒是没发现 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毕竟我以前的全部心思 都放在许柯身上 多和你们说几句话 都怕惹他不高兴 当然不会主动去和你们聊什么 过去他俩不会真好上了吧 看这情况 好像还真是 洛神真是绝了 追不上笑花 就追笑花设有事吧 嗯 不对啊 按理说他是许柯的室友 昨天我都那样对许柯了 他好像一点也不好奇啊 算了 是一下系统奖励的道具 听心耳机 可以收听他人内心所想 狗男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就你舔许柯舔的那丧心病狂的模样 突然就不追他了 谁信啊 还喜欢我呢 我看你就是拿我当枪使 想要借着我来当突破口改变现状 提升许柯对你的重视程度是吧 现在还专门跑来接近我 不就是想故意让许柯看见 然后刺激他吗 想拿我当枪使 没那么容易 看我一会怎么整死你 这女人脑子里怎么这么多戏啊 我就想维持个渣男人设 你想的也太多了吧 嗯 这位同学好像不是我们班的吧 不会吧老师 您的记性这么好的吗 这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哈哈哈哈 如果是其他人 我应该认不出来 但你嘛 你在学校里 可比什么老师院长什么的有名多了 好了好了 我们开始上课 正式开始上课后 本身奔着谣言言来的情络 却听得出奇的认真 这得益于昨天系统奖励的音乐精通技能 在听到老师讲到一些专业性知识的时候 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谈 那一副认真专注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某个专门来听课评审的老教授 装得还挺像 想要摆出一副认真听课知识丰富的样子 来吸引我的注意力 呵 男人 你的名字叫幼稚 大家学音乐也有段时间了 班里也有不少人学了钢琴吉他之类的 现在有没有人能现场为大家弹唱一曲 无论好坏 只要上来唱了 我都给你们加平时表现分 秦洛同学 看你刚刚听得很认真啊 这么好的机会 不上去表现表现吗 算了算了 我就是来旁听的 又不会给我加表现分 别啊 你不是想追我吗 只要你上去唱一首歌 唱完之后能让我觉得好听 我就答应和你约会 既然你这么想和我约会的话 那我待会就上去献个丑了 你很自信啊 这里是艺术学院 可不是什么KTV啊 行不行 唱过了才知道 小样 看你这一脸逞强的样子 心里还不知道虚成什么样子了 等一下看你上去怎么出丑 五分钟以后 要是我能让全场沸腾 你就陪我出去 烫火锅 行啊 秦洛同学 我看你好像很有想法啊 要不上来给大伙演唱一段 既然老师都发话了 那我就给大伙住住信 我就会一点点 要是唱得不好 大家可别见怪啊 放心吧 尽管唱 我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像 你要唱啥歌 要不要拿手机帮你开个伴奏 不用了 我要唱的歌往上没有伴奏 洛神这是要唱原创啊 虽然很佩服洛神的勇气 但这怕是不太好下台啊 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秦洛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原创歌曲 跨越山河去拥抱你 多大风浪都在一起 听到最美的记忆 关于你所有的信心 盼望每天都看到你 雨天夜风和日丽 花花绿绿的世界里 我只会喜欢你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爱人无恙 愿你的冬天永远不觉暖阳 愿你的明天不带经历大风霜 愿你的未来永远热力光 最美好的年纪里 茶米油盐将从你 全方把我带给你 最爱若是风景 我温柔的世界里 你是我的运气 我全都的好脾气 尽为我爱你 愿我在了十岁的时候 陪你尝尝起呀 愿我的香 给你嘴尿微微上 愿我的在一方的冬天 为你提点衣裳 愿我的一片路心 能有你在身旁 落神牛逼 好家伙 我愣是没想到 落神还有这一首啊 说好的 只会一点点吗 落神这是和我们玩 伴猪吃老虎是吧 这首歌是他要唱给许柯的吧 陆神要是早把这首歌拿出来 许柯早被陆神拿下了 谢谢大家 等一下齐骆同学 这首歌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 你很有天赋 考虑一下转系 和我学唱歌吧 不了老师 我目前还没有学音乐的想法 零了零了零了 姚燕燕同学 这歌唱的还可以吧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 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 这歌写得真好 我很喜欢 我今天就这一节课 说起来我好久没去游乐园了 那就走吧 我在这等了一上午 他居然去找姚燕燕了 难道他真的喜欢上姚燕燕了 这个渣男 这是谁又惹我们笑话大人生气了呀 不知道的 还以为谁欠了你八万块钱呢 关你什么事 让我猜猜 不会是因为秦洛吧 因为秦洛和姚燕燕在一起了 所以你就生气了 他们怎么样 关我什么事 确实不关你事 毕竟你又不是人家秦洛什么人 他喜欢谁是他的自由嘛 我就是觉得你挺厉害的 连那么好的男人都舍得让给别人 又钟情又专一又有才 唱歌还那么好听 可惜咯 现在那都是人家姚燕燕的咯 嗯 唱歌好听 我怎么不知道 你听过他唱歌 多稀罕啊 再过一会儿全校都该听到了 哦对了 你还不知道是吧 哈哈 真有意思 人家秦洛专门给你写的歌 你自己却不知道 搞得最后居然让姚燕燕摘了桃子 笑死我了 啊 秦洛什么时候会唱歌了 我和他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我可从来没听他唱过歌啊 洛神献歌一曲 女主角不是许柯 在许柯的印象中 秦洛一直都是一个笑容腼腆 中庸平凡的普通学生 所以当印象中的秦洛 与视频中的秦洛 重合在一起时 许柯竟然有一种荒唐的陌生感 他不知道 原来秦洛笑起来这么好看 更不知道秦洛唱歌这么好听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从来没有认真地看过秦洛 嗯 姚燕燕 随着事情的发酵 笑话彻底了 嗯 姚燕燕呢 我 我不知道啊 我刚睡醒没一会儿 没见过他 等一下等一下 许柯啊 怎么了 你在哪儿 在外面玩啊 和谁 关你什么事 快点快点 到我们了 姚燕燕 你不要太过分了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东西 叫秦洛来接电话 我有话问他 不行啊 他没空 我俩忙着呢 好了不说了 我先挂了哈 拜拜 可恶 姚燕燕 你给我等着 刚才是谁给你打的电话 干嘛 吃醋啊 一个电话而已 有什么好吃醋的 是徐柯打来的 他好像在找你呢 还很着急的样子 刚才还说要让你接电话 是吗 那他找我干嘛 不知道啊 可能是他喜欢你 怕你被我抢走吧 这笑话还挺好笑的 是挺好笑的 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 他要真喜欢你 还能把你放跑了 有女人会那么傻啊 走了走了 电影快开场了 余下的大半天时间 秦洛都和姚燕燕混在一起 他们有说有笑的 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但秦洛很清楚 这些只是为了建立自己的 渣男人设装出来的 一切都只是逢场作戏 在学校里 姚燕燕是出了名的情感诈骗犯 横刀夺爱是她的代理词 对于秦洛来说 姚燕燕的段位比她高了太多 他们是绝无可疑的 所以秦洛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相处起来 便少了一丝追求的刻意 反而却使得姚燕燕 对秦洛的印象变得更好 他们现在估计都以为 我们俩在谈恋爱了 那你觉得呢 这一天相处下来 我好像重新认识你了 体贴温柔 长得帅 还很有才华 我好像还真有点喜欢你了 不过我想说的不是这些 你想说什么 你还喜欢许科吗 不喜欢了 真的假的 如果我说是真的 那你是不是就要跟我在一起了 如果你那首歌 好了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宿舍了 回头见 喂 这样掉人胃口 很没节操啊 扎你的基本操作吗 你还没习惯吗 你和秦洛是不是真的在谈恋爱 只是朋友吧 只是朋友 他会跑去找你上课 会给你唱歌 会和你一起去外面玩吗 唉 拜托 朋友之间一起上个课出去玩多正常啊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再说了 那首歌到底是给谁唱的 你心里还没点数 炎炎 你有没有想过 秦洛只是在拿你当枪使 就是为了改变许科对他的看法 让许科能更重视他一点 我知道啊 那又怎么样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觉得许科他其实是喜欢秦洛的 只是他一直不肯承认 或者说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可不是吗 许科妥妥的一个傲娇小公主 看着就烦 如果你是因为看不惯许科 想要刺激他一下 那做到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朋友 以后相处的时间还很长 好了好了 看心情吧 唉 今天玩得很开心吧 还行吧 把秦洛从我身边抢走 很得意是吧 他好像不是你的什么人吧 况且是他主动来找我的 少在这胡扯 就你的那点小心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出了名的喜欢抢别人东西吗 怎么 一个寝室的也不放过是吧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抢过你什么 他喜欢跟谁在一起 是他的自由 我想跟谁交朋友 也是我的自由 你管不着 别人我管不着 但他就是不行 他喜欢的是我 你少在那自恋了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他根本就不喜欢你了 他亲口跟我说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都追了我好几个月了 没什么不可能的 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你可以自己去找他确认 唉 许科 其实在我想来 秦洛应该还是喜欢你的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嗯 什么意思 因为他以前对你的追求方式是错误的 真是那种一昧的讨好 和无底线的满足 才造就了你对他的这种态度 所以他才会想要改变 为的就是引起你的注意 希望你也能做出回应 也能为他做出一些改变 其实你光听那首歌就知道了 如果不是真的喜欢你 他又怎么能写出那种歌呢 而那么喜欢你的他 又怎么真的能说放下就放下呢 哦 是啊 他那么喜欢我 甚至还为我写了那种歌 又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可他这种欲擒故纵的行为 实在是太可恶了 嗯 哦 秦洛给我发消息了 肯定是来找我道歉的 他果然还是喜欢我的 嗯 嗯 你居然没给我备猪 太累了是什么意思 今天跟姚妍妍一起玩累了是吧 嗯 嗯 嗯 虽然我觉得秦洛还喜欢许柯 但那毕竟只是我的猜测 明天去试探他一下吧 还有孝庆会的策划工作要处理 好烦啊 流年 我越来越看不懂他们了 秦洛现在到底是喜欢许柯 还是喜欢妍妍啊 许柯到底喜不喜欢秦洛呀 妍妍刚才是不是在和许柯争风吃醋啊 还有明天早上 我们吃什么呀 呃 四楼四分吧 我要加两个鸡爪 嗯 这是重点吗 哎呀 该请的事情我搞不懂了 谁此缘起奇怪怪的 你爹都不如儿此缘里的爱情来的孙粹美好 谁就是人类的类根性呀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从中二病毕业呀 就算是我这样的姐姐 偶尔也会感觉很丢脸的 Next Melning 秦洛 秦洛是不是在你呢 秦洛也没去找他 我昨天晚上特别看了的呀 秦洛今天早上应该没课 他没来找我也没去找姚妍妍 那是去哪了呀 为什么没来找我上课 没错 秦先生今天依然坚定地走在渣男的道路上 如今和姚妍妍建立了友好交情的他 又一次伸出了自己的魔爪 而这次的目标就是唐玉 翻了一早上的论坛 直到 校友对唐玉的评价很高 寒土格体 优雅大方 现任学生会副主席 兼任外人部部长 其学习成绩 人机交往 个人能力多付出 可谓是真正有着全面发展的能力 在学校的追求者 自然有 但他总是能客客气气地 拒人于千里之外 只谈事情不谈感情 有点难吧 这个女人完美的有点过分了 看来得找个理由接触一下了 你就是秦洛吧 嗯 请问你是 您是沈芳老师 沈芳 知名老财哥 16岁时出道 18岁时声音确几 30岁时达到演艺生涯巅峰 其中唱出好歌无处 歌迷剑步大增满 35岁后 他便退居幕后 极少在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你认识我呀 我还以为现在的小年轻 都不听那些老歌了呢 您说笑了 您的歌那都是金匾 我爸妈都是您的歌迷呢 这些年 您一直没什么动静 我爸妈时常感到痛心 嘿嘿嘿 昨天我偶然间 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有一个男生 唱了一首歌 我很喜欢这首歌 所以就在网上搜了一下 但却怎么都搜不到 于是我又翻到那个视频 从评论区了解到 这首歌是你的原创歌曲 所以我就特意跑来找你了 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想买你这首歌的翻唱版权 听完沈芳的这番话 秦洛很意外 他没想到 这首歌能把沈芳引来 而这首歌实际上 是系统奖励的 《平行世界曲库》中的 其中一首 您真的这么喜欢这首歌吗 还亲自跑一趟 确实是觉得这首歌很不错 才想尽快和你联系一下 你也知道我早些年的确 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也赚到了很多钱 但自从我已退后 花起钱来都比较大手大脚 赚到的几乎都怕花完了 也就在前段时间 我和老公家找上了我 希望我能考虑付出 我也正好想能靠着公司 赚够养老费 这对我来说 是个不错的机会 但是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没了当年的热血和才华 怎么也写不出合适的歌曲 公司也在不断地 找一些词曲作者帮我写歌 只可惜 现在的乐坛乌烟瘴气 那些词曲作者写的歌 实在是差强人意 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意外听到了你那首歌 无论是歌词还是曲风 都算得上是不错了 还有那个视频 我也看了很多遍 我今天过来 除了版权的问题 是还想问问你 有没有兴趣 少奋斗个几十年呢 这 这不好吧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脑子就是跳脱 总是想些乱七八糟的 我是想问你 你有没有兴趣跟着我 你很有才华 外贸条件也很不错 我可以带你去闯闯娱乐圈 虽然我的人气 已经不复当年 但底蕴还在 起码在我彻底退隐之前 我还能带着你走一段路 谢谢沈老师的好意 不过 我没有混娱乐圈的打算 这样啊 那真是太可惜了 说了这么多 关于那首歌的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 我没问题的 这首歌能被沈方老师看中 是我的荣幸 好 那我们交换下联系方式吧 之后 我会让经纪人联系你 到时候 他会带着合同过来找你 版权费方面 会让你满意的 版权费就没必要了 让我爸妈知道 您唱我的歌 还要给我钱 他们指不定怎么对我 那不行 再商言商 况且给你钱的也不是我 而是我的老东家 行吧 那就听沈方老师的 我们回头再联系 随后 秦若和沈方 交换了联系方式 接着便各自分开 秦若目送着沈方驱车离去 随后慢 唐玉是个很自律的人 平日里除了上课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生会里处理 其他能找到他的地方 就是食堂和图书馆 东野龟吾的白鸟与蝙蝠 你也喜欢看推理小说吗 还好吧 这种通过不同的视角 根据有限的线索 去一步步展开故事 波隆迷雾的感觉 还挺有意思的 既然在图书馆遇到了 那就省得我退一去找你了 待会有空吗 我们聊聊呗 怎么了 唐玉学姐找我有事啊 也没啥事情 这几个月沾着徐科的光 喝了你不少下午茶了 这不是想着也会请你喝杯咖啡吗 哦 行啊 唐玉学姐请客 那是我的荣幸啊 好 那你先看书 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情 咱们就去 刚才看你就叹了好几次气了 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是啊 这次的校庆活动 这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 啥事情啊 我很好奇啊 给我说说呗 都是些烦心事 我们不聊那些 我今天主要还是想知道 你和徐科到底是什么情况 徐科吗 你也看到了啊 我追了他三个多月了 他也没同意 我们就只是普通朋友而已啊 呃 我们寝室昨天晚上闹得很不愉快 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苏树的和谐 所以请你回答我 你到底还喜不喜欢徐科 哈哈哈哈 我以为我都请你喝了三个多月的下午茶了 怎么着 我们也算是半个朋友了 没想到您这上来就接我伤疤啊 对不起 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心情 但这件事对你们都很重要 所以还是尽早解决的好 你觉得呢 我刚刚问你的问题 你也没回答我了 你是说校庆活动的是吗 其实也没什么 今年是建校三十周年 校方希望找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明星来做开幕表演 但偏偏校领导又不肯花钱 批下来的资金根本就不够请一个大明星 不好意思 忍不住就跟你抱怨了一下 真没想到唐玉学姐的压力这么大 你还没告诉我呢 你要去哪 是的 我是秦洛 是这样的 关于之前说好的事 我现在有个问题 想要请问你 一会儿有个朋友要来找我 你的问题我之后再回答你 我正好有很多关于学生会的问题 要问问你呢 哼 少给我扯开话题 快说你到底喜不喜欢许科 你好 请问是秦老师吗 秦老师是什么意思 怎么就成老师了 你好你好 叫我秦洛就可以了 请问怎么称呼 我是沈老师的经纪人 这次专门过来和你签订合同的 你看你现在方便吗 方便的 就是不知道之前和沈老师说的那件事 沈老师有没有和你沟通过 这个事情沈老师完全没有问题 这次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舞台 他也非常乐意 哦 那就好 请坐请坐 不会吧 是他唱的那首歌被心探看中了 这是要去混娱乐圈了呀 沈老师再回公司的路上就打电话通知我了 我也是第一时间把和你赶出来 你看一下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直接签字就可以了 嗯 合同能给我看一眼吗 你对这个感兴趣 你不是对我的工作也挺感兴趣的吗 哈哈哈哈 唐玉没有接触过娱乐圈 但是深知其中之恶 生怕秦洛这个一窍不通的小白 被人一指合同骗子 所以他想帮秦洛把把关 看看这合同里有没有什么陷阱和漏洞 没什么问题 签字吧 嗯 你刚才是在找合同里有没有什么陷阱吗 嘿嘿嘿 再怎么说我们也算是半个朋友 本来以为你是要去混娱乐圈的 不过现在看来这只是一首歌的翻唱版权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啊 你也太善良了吧 有没有机会把那个半个朋友转个正 换成男女朋友行不行啊 哎 少平嘴了 签你的字 好的 这样一来就没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 你应该是这次孝敬活动的负责人吧 不知道怎么称呼 是的 我叫唐玉 好的唐玉同学 有关贵校要请沈方老师参加孝敬活动开明演出仪式 经过我司与沈方老师的沟通 已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我们准备好的合同 别告诉我这是和你没关系 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要是觉得你压力太大了 刚好有这个机会 就想帮你分担分担 虽说沈方老师已经很多年没怎么露脸了 但在当年也是顶流歌星 让他来参演 算是能解决你的麻烦了吧 他为什么会认识沈方 他为什么能让沈方参与到校庆的活动中 他为什么会为了帮我做到这种地步 他不会是 虽然玉知超了一些 但花这点钱就把沈方请过来 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唐玉 等暑假过后你就大三了 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划 你的功劳可不小啊 到时候我直接推荐你上主席位 这不是我的功劳 校方拨款有限 怎么知道我也不敢把主意 打到沈方老师身上啊 那你们是怎么建立联系的 通过一个 一个朋友 他叫秦洛 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 好像在哪里听过啊 是校园论坛上面的那个秦洛吗 对 就是他 沈方老师似乎看上了他唱的那首歌 想要买那首歌的翻唱版权 所以才和他有了交集 呦 想不到这个秦洛是个人才啊 嗯 不对啊 我怎么记得这个秦洛好像是在追那个叫什么徐科的吗 怎么着 这是改追你了啊 怎么连你也对这种事这么感兴趣啊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不是你想的那样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嘛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沈方老师愿意和我们合作 说是做慈善都不为过了 秦洛这小子算是欠了沈方一个大人情啊 这可不是一首歌的翻唱版权就能抵消的啊 你说这个秦洛费这么大心思 不是为了追你 那他图啥啊 秦洛他 看来这次欠他的人情比我想的还要大啊 放心吧 过两天就给他发过去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走吧 咱们去吃大餐 那我可得好好宰你一顿啊 你帮忙我大忙 可以尽管宰我 不用客气 我生活费还蛮多的 没想到唐玉学姐还是个富婆啊 想吃什么呀 那就吃学校食堂二号窗口的刺身猪大肠吧 听说很好吃 一直没机会尝尝 你这哪是想去吃饭啊 你这是真的打算宰了我吗 听说校门口有家新开的烤肉店 好像还不错 就去吃烤肉吧 那你还问我干啥 算了算了 您年纪大 您说了算 没了没了没了 你小子 给我赞助 今天的事 谢谢你了 都是朋友 说什么谢啊 再说你不是也请我吃饭了吗 我很好奇 你到底是怎么让沈方同意和我们学校合作的 一首歌的翻唱版权怕是不够吧 帮他再写一首歌而已 也不是啥大事 你要是觉得一顿饭不够 那回头你再多请我几顿就好了 一首歌 说的倒是简单 没想到你为我欠了这么大的人情 之后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我 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的 说这些干嘛 对了 你今天问的问题 还要我回答吗 你都帮我这么大的忙了 我怎么好意思再去问你那些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 我已经不喜欢徐柯了 那如果徐柯他其实是喜欢你的呢 就算他现在喜欢我 也无所谓了 我已经向他走了99步 这第一百步是我最后的尊严了 我追了他三个月 其实我很清楚 他并不是喜欢我 他只是不想说而已 徐柯就是被惯的 太傲娇了 这样也好 不然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珍惜 老板 再加两个猪腰子 他买单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别动别动 你脸上有脏东西 出门吃个饭 看看我遇到谁了 这个秦洛真是个渣男 你今天玩得也很开心啊 别动别动 你脸上有脏东西 出门吃个饭 看看我遇到谁了 这个秦洛真是个渣男 你今天玩得也很开心啊 这个今天在图书馆碰到秦洛了 他一不小心就帮了我一个大忙 所以我就请他吃了顿饭 你不要想太多了 是我想太多 还是你做贼心虚 唉 你没必要跟我说这种话的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只是朋友而已 你们之前好像也没什么交集吧 这才过了一天 你们都成朋友了呀 许柯 你先冷静一点 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之所以和秦洛一起吃饭 主要是因为他今天帮了我的忙 其次也是因为我想要去帮你问问他 现在到底还喜不喜欢你 然后呢 他怎么说的 颜言昨天没有骗你 他的确说不喜欢你了 不可能 他真的这么说吗 唉 他的人话是 他已经向你走了99步了 这最后一步是他的尊严 所以 就是这样 秦洛 我都已经主动和你发信息了 你还想怎么样 难不成还要我去教室找你不成 唉 许柯 学校喜欢你的人还有很多 真的没有必要和秦洛死磕 如果你不喜欢秦洛 只是不想输给姚燕燕的话 真的没必要了 就到此为止吧 对你们都好 唐玉 你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我不想对你发脾气 谢谢你今天帮我去问秦洛 但是以后 我和秦洛之间的事情 请你不要管了 哼 唉 没想到啊 唐玉学姐也和秦洛混到一起了 真是让我意外啊 你想多了 我们只是朋友而已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哈哈哈哈 那照片拍的可不像是朋友啊 所以你怎么想吧 我和他只是朋友而已 也没必要和所有人都解释清楚 你和他是不是朋友我才不关心呢 只要你不和我抢人就行了 什么意思 嘿嘿嘿 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怕你喜欢上秦洛吗 宿舍里其他几个都呆呆的 跟我没什么威胁 但你就不一样咯 你要是跟我抢人的话 我还真没什么信心呢 哪里 他就陪你上了一次课 你就喜欢上他了 不行吗 他长得帅 又有才华 最关键的是 还很专情 许科之前那样对他 他都能切而不舍地追求三个多月 这么好的男人 我为什么不能喜欢 那你和许科 你们喜欢谁 要干什么是你们的自由 但我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 搞得我们寝室分崩灵溪 是啊 多怪秦洛这小子 我明天就去揍他 王晨 是不是你小子骂我呢 恭喜宿舍 家男人设深入人心 记录上升至75% 奖励已八棒后台 怎么才75% 我这还不够扎吗 知识同检测 与火龙为首 能有一部分人遵信 你只去带一个情顾问 看这一切 都是为了孙女学科的阵律 这样都不信 难不成真要有半个人谈的恋爱 你们太信吗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秦洛有时没事 就会跑去找姚妍妍蹭蹭客 但类似于约会的行为 却没有再发生 姚妍妍偶尔会说一些 但有暗示意味的话 每当这个时候 秦洛都会用相同的套路 应付过去 相处久了 她现在应付起姚妍妍来 也愈发得得心应手了 秦洛偶尔也会去图书馆走走 但没再偶遇过唐玉 倒是有次唐玉专门跑去找她了 谈的也是正事 说让秦洛加入学生 会文艺不误 秦洛对这种差事没什么兴趣 所以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 她本以为唐玉会试着挽留一下 但没想到 唐玉并没有多说什么 简单聊了两句之后就走了 秦洛能感觉到 唐玉在面对她时 似乎有在刻意的保持距离 自从上次和唐玉吃饭的照片 被发到论坛上后 徐柯似乎也失去了联系 没有主动再联系过秦洛 不过有了姚妍妍和唐玉助攻 秦洛现在已经被很多人 打上了渣男的标签 但始终有一部分人 觉得她还是喜欢徐柯的 做这些只是为了刺激徐柯 以达成欲擒故纵的目的 为此秦洛也十分头痛 但是问题不大 只要维持现状继续下去 很快所有人都会认为她是渣男 快看快看 前面好像有人趴地上了 你这是怎么了 生病了 我 我肚子疼 零食吃光了 肚子疼和零食吃光了 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你是饿得肚子痛吗 帮我去 去 去买点 零 什么零啊 感冒零还是阿末系零 肚子疼吃这些好像没用啊 算了 我先送你去医务室吧 你们谁联系一下他的朋友 等下去医务室照顾一下 老师不在 你先躺一下 我去找老师过来 行 等一下 放心 没事的 我很快就回来 帮我 帮我去买点薯片 你不是肚子疼吗 就先别吃薯片了 我先去找医护老师来给你看看 等确定没问题之后 再去帮你买薯片 买零食就可以了 这种是不是第一次了 我的情况我自己清楚 等吃了零食就不疼了 好吧 那你等着 记得买德克萨斯烧烤味的 放心吧 真好吃 怎么样 肚子还疼吗 吃饱了就不痛了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 老毛病了 今天出门忘记带零食了 真是多亏你了 你的小姐妹呢 没和你一起吗 刘年呀 她今天去参加漫展了 晚上才回来 其他人嘛 说起来都怪你 怪我 怎么还怪上我了 自从你上次和姚妍妍表白之后 徐科就和姚妍妍吵了一架 现在姚妍妍很少会回寝室 唐玉也一直在处理校庆活动的事 至于徐科 每天在寝室里走来走去 好像很纠结的样子 叫他一起去吃饭 也不理我 有那么严重吗 以前我们寝室吃饭 都是一起去的 而且每个月都会出去聚会 还有学校里的那些追求者送的零食甜点 他们怕吃了会长胖 全都投喂给我了 嘿嘿嘿 这么说 我以前给徐科送的那些甜点和鸡汤 都进了你的肚子 还真别说 你的厨艺还是很棒的 很久没吃了 都有点想念了 哈哈哈 行啊 那回头再给你露两手 嘿嘿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